哈喽大家好我是等我們今天呢 要來玩的這款遊戲是小俑者阿瑪 那在開始之前呢 也是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官方有這個投票活動啊 那你們也可以先來參加他的貼文活動 只要貼出這個投票作品截圖 就可以參加麥卡30點 還有虛寶禮包的抽獎 那更多的禮包呢 也可以點進來這個投票 還有抽獎的傳送門啊 那我們進來這邊 就可以點選這個我要投票 那點進來投票這邊可以選擇我要抽獎啊 那這邊抽獎的話 你們是可以看一下抽獎規則 那完成5次投票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一張抽獎券 那分享也可以獲得一張抽獎券 然後加入DC啊 或是臉書還有LINE 也可以獲得一張抽獎券哦 那抽獎券的話 就有機會收到這個鑽石1000啊 然後一些金幣啊 雕紋招募券等等 那些入場券的一些 虛寶好禮哦 那就是可以參與一下 瓜分這個10萬鑽石底包啊 好那投票的話可以稍微幫我 這個惡區核切犯幫我投一下啊 反正就是可以來參加一下 這個抽獎活動啊 那我們今天的話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 黑暗之門的攻略哦 那麼可以先來看一下黑暗之門介紹 那戰鬥開始時 敵人會 會源源不絕的一直涌出來哦 那麼可以派遣這個英雄啊 最多5名出戰 然後可以最高5名 替補人員 而且替補人員出場時 還可以帶給我方 友軍20秒的50%傷害減秒 還會根據職業 有不同的加成效果 所以說我們的替補也是 非常重要的 像是暫時就提升50%的防禦力 那輔助還可以直接恢復最大生命值 並且清除所有友軍的簡易效果 這就是大概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的話 先來跟大家推薦一下這個出戰的技能 那出戰技能新手的話 就推薦你們選擇這個神域聖光哦 那這個的話 可以直接恢復我們的生命值 非常的有用啊 在危機時刻 可以直接把我們的血線拉起來啊 而且重點是 大家還可以有清除所有簡易效果的能力哦 就是當對方把我們全部的角色通通變氧 我們就可以馬上按一下這個技能哦 就直接瞬間清除他的簡易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等級的點法 那這邊的話 推薦你們可以先點一下這個 替補英雄加油 那替補英雄大家也看到嗎 這邊上場就會有額外的這個 殺害簡易 還有根據職業的附加效果 而且第一個點的話也是沒有很貴哦 一個點的話 只要20個惡魔硬幣就可以用了 所以說是比較划算的 然後至於其他的話 可以把我們的最終傷害點上去 然後也可以把我們的物品 這邊先點點哦 那這個空洞補給 我們可以等到打到比較後面的話 再把它點上去哦 技能強化的話 前面也是可以稍微點點啊 像我們現在插三點就可以再點點了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非常重要的陣容分配哦 那這個陣容分配的話 其實也看你們角色的抽的星數 哪些角色星數比較高啊 不過還是可以大概推薦一下 哪些角色是比較好的哦 好 好我們退出來這個圖鑑這邊講好了 那當然首推就是我們的八風特哦 那如果你的八風特非常高興的話 那是推薦一定要上場 他主要有這個再生技哦 可以直接恢復10%的最大生命值 而且必殺技可以讓他變身成遠程攻擊啊 相關來說也是比較輸出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也不會受到敵人的傷害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黑暗騎士哦 用非常強大的坦度 而且可以產生這個吸收傷害的護盾哦 然後本身的治療啊 生存能力都是相當不錯哦 有高興的話也是必定上場 好那再來就是騎天大勝哦 那他本身也是有非常強大的吸險能力哦 那高興的話也是非常難死掉的 然後當然如果你白女王 或是其他的星數高的 特別高的也是可以把他上陣上來啊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推薦必定上陣的輔助哦 那首推呢是推薦我們的小洛 就是非常直接啊 擁有非常高%的生命值回復效果 能夠大幅提升我們整體陣容的生存能力哦 也相對來說他的星數也是比較容易提升的哦 那如果有超過紅神器的話 還可以擁有額外的傷害減免效果 那至於輸出的話也是有非常多的選擇哦 那除了剛剛看到的這一個發風特啊 像是我們的火槍手 或是機長 然後還有暗器大師啊 巫皇 然後這些女君主或是海拉 像是這些角色的話都是 有非常不錯的輸出能力哦 主要的話就看你們的 哪個角色是性數比較高 然後可能又有抽到神器當然是更好啊 那就主要考慮好前排 然後後排輸出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補血輔助 這些都有的話就可以直接去挑戰哦 像是我的陣容就是剛剛介紹的 黑暗騎士還有騎恩大勝嘛 然後再加上小鹿 然後我的輸出的話是選擇巫皇哦 巫皇本身他的星數特別剛好 你看像這邊都已經升到橘星哦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的話是沈默 那沈默主要是他有抽到紅神器哦 可以直接讓他的這個沈默 讓他暴風學的控制效率 覺得上場稍微打一下控制也是 可以稍微爭取一下時間也是不錯 不過缺點就是他目前是只有一顆星啦 好 那我們都介紹完 我們就直接開打哦 那需要注意的是前十三十天 是讓我們通負之間進行排名哦 那三十天後就會跨幅排名哦 所以說這個排名獎勵就可能會稍微比較低一點哦 大家是需要去注意的啊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開打 先確認我們這邊都有點好了 好 那就直接開始挑戰哦 好 那前面的話都是非常簡單哦 搭配我們這個小鹿的恢復效果 基本上是很喜歡可以放空啦 好 現在他打我們的傷害才幾百點了 幾百點了 好 現在變陽的話 比較靠後面的波數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 他就可以直接解除變陽的效果 好 像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掉球 就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去開氣 你看現在已經輕鬆就破百了 而且蠻有拿到兩個裝備哦 一個增加物理抗性 還有攻擊又增加防禦 我是稍微小看一下技能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他這個變陽可以馬上回回復效果 你看 直接就 然後 驅散了 這個變陽效果 可以看到我們前排稍微有些在掉取了 那再按我們的猴子哦 他的星數沒有到特別高 好 誒 這邊先 剛剛一不小心直接 讓我們的黑暗騎士直接倒下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 雪女哦 上場 可以看到剛剛的20秒就那個 傷害減免的效果 現在 回復個血 可以看到我們最後是打了差不多258哦 200多 可以看到現在最後的總輸出啊 我們的烏黃是打了1000多萬哦 然後我們的回血量小鹿也是打了9000多K哦 還是非常不錯 好吧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這個黑暗之門的攻略 可以介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